主席 林院长 各位葛元局 本院的同仁 大家好 好 津平今天再度走上族群台 希望能藉由這三十分鐘的時間 向執政團隊及朝野的政黨 就當今國家面臨的困境提出漸言 中間所提到的相關問題 請行政院與市院答覆即可 無論是涉及勞工休假權益的 勞動基準法的修正案 軍工教勞的聯金改革方案 或各地引起爭議的土地徵收 與房屋的拆遷糾紛 以及美國豬肉 日本核災地區 食品是否開放進口等等的議題 從馬英九總統時代 就已經引發民間的諸多抗爭軍隊力 如今政黨輪替了 不但抗爭依舊 而且力道是加大 讓社會更加的分裂 民心更加的不安 短期內仍然看不到解決的方案 政黨雖然輪替 抗爭卻沒有平息 問題依舊存在 原因到底是什麼呢 自從蔡總統就職 林院長處隔這五個月以來 許多民調都顯示 人民對蔡總統或林內閣的不滿意度 都高於滿意度 而林內閣的差距更大 政壇和媒體上也出現 要求行政院團隊改組的聲音 滾動的石頭 長不出青台 輿論普遍認為 台灣自從2000年第一次政黨輪替以來 平環的更換石西鎮行政院長是政績不張 政黨輪替再輪替的重要因素之一 2006年民進黨受人民復投 取得第一次完全的執政 社會對新執政者充滿著殷切的期望 但是五個月以來 人民卻感受不到 政黨輪替有帶來幫助台灣 改善困局的希望 新政府上論至今 既無法解決人民對前朝政策的不滿 也看不到選前承諾的政見支票兌現 讓人民展現出比前朝更激烈 抗拒新政府執政的反彈力量 不禁令我們懷疑政黨輪替的尊敵何在 台灣從2000年至今 16年來經過三次的政黨輪替 軍平歸納了南立政黨 速途解決台灣困局的三大方案 幾乎完全雷同 不幸的是這三大方案 卻也都是失敗的嘗試 其一 藉由平平更換行政院長與葛元 希望挽救下跌的聲望 結果人民卻以內閣更加疏離 不斷地更替院長跟葛元 對政府的運作跟政策缺乏經驗 讓施政更難推動 惡性巡傳之下不是止疊回聲 而是疊疊不修 其二 總統以黨政必須一體為名 出面直接協調 輔院黨與集中權力 然而統一事前 雖然有利於正式的協調 但多年運作的結果 不分難力卻是越集權 越前 體制越混亂 執政越無效能 其三 犯行難力對抗的幽靈 企圖鞏固各自基本盤再出發 或這次穩定自尊的權位 結果造成政治上更多的杯葛對抗 讓社會更加的對立 人民情感更加受傷 國家更失戀 最後的結果 是執政的無心實證 無力執政 任哪一個政黨 成為政治上的贏家 但人民 社會與國家 卻都是必然的輸家 身為中國 中華民國的國民 今天期待執政黨 可以創造更多福國利民的政策 身為中國國民黨的從政黨員 期待本黨與民進黨 能夠發展出良性的競爭模式 以更好的議題 政策 政見 願景 重新迎回政權 而不只是等待執政黨的錯誤 後無能而取勝 近平此刻再度站在國會的族群台上 以憂國為民的恢復之言 期待能為打開當前台灣困局盡一己之責 共同思考國家利益的所在 並期盼建立朝野兩大政黨 未來能夠正面的競爭 以政策而非意識形態對立 來爭取民心的大格局與新氣象 一 要有明確可行的國家政經大戰略 國家安全會監負規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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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協助新政府盡快訂定國家的政經重大戰略 對國家未來的重要規範 只能暫時依賴體制外的專家學者 幕僚或選戰的測試的建議方案 無論兩岸關係 台美或台日的關係 拓展國際的空間 參與國際的組織 還是新南向政策 產類轉型 能源 國防等等政策 由哪一向是經由國家體制 嚴謹地透過建構政策問題 建立政策的議程 規劃政策等程序 從而執行政策 並對執行的狀況進行評估呢 還是只留意口號治國 空有想法 卻沒有主席的研究規範 台灣國際與政經處境都很艱難 我們需要明確 可行的戰略 以及永續生存發展的出路 政府的執政 若是缺乏明確嚴謹的國家政經大戰略 犯再多的內閣 也犯不出有效有感的政績 這絕會精貧地危言聳聽 目前兩岸因為對九二共識的不同論資 造成兩岸冷對抗的事實 持續下去 台灣必定將因而遭遇更加艱困的國際情勢 很一樣的 此時此刻 外交單位 不是思考如何加強外交的戰力 卻是以減少支持為由 準備裁測許多置外管束 這無疑是註拆逞強 是缺乏國家外交戰略下令國人不可思議的決策 當今 政府被人民普遍認為 遠大陸 近美日的政策取向 是否有經過國安體系損失評估利弊得失 並且嚴厲靈活的因應對策呢 而對於有意加強對外投資的企業 或有意擴大經營規模的台商 又要如何因應由遠大陸 近美日的政策 氛圍所造成的損失與增加的風險 企業界因為政策的不完備所造成的損失 自然也會是國家整體力量的湊傷 我們必須思考 如果在遠大陸 近美日的政策氛圍之下 也就是臺灣在如同過去八年 能夠與北京相互湊商 而美國與日本又能如何協助我國 拓展更寬廣的國際經貿空間 及參與更多國際事務呢 這絕對不是臺灣主觀 既期待於美日兩國就能解決的 新政府的兩岸與國際戰略 及策略到底在哪裡呢 難道我們要再一次 民航與國際上空嗎 無論是馬政府親美有日和路的政策 或蔡政府當今被一般民眾認為的 遠大陸親美日政策 都應該要讓人民明白 臺灣相對準備付出的代價 並且妥善引領相互之間的利益交換 這也就是戰略規劃的價值所在 面對近來臺灣持續加強與東協 中亞 南亞 國家雙邊與多邊關係 我們的新南向政策 能及時有效的因應嗎 美國總統即將改選 我們能夠預估與反映兩位 只要獲選人當選之後 可能帶來的美中台關係 區域情勢與國際經貿體系的轉變嗎 無論兩岸 國際 國防 產業 經濟 能源等 國家政經大戰略的規劃 政府令人民感到不是頭痛一頭 腳痛一腳就是以偷代變 甚至等而下肢的義和團式的民粹思維回應 如此下去 政績當然疲弱 人心更加的不安 政府濕遠大陸的政策氛圍 要如何才能讓兩岸走出冷對抗的現狀呢 即使無法維持過去八連雙向的交流熱度 至少不能讓兩岸未來充滿不可知的恐懼 金平相信兩岸領導人都有想要打開當權困局的意願 然而民進黨與共產黨之間除了嚴重缺乏負信外 在兩岸問題上也有各自堅持的核心利益 而發下互相不可抵觸的紅線 金平認為台灣兩岸戰略的規劃 就是嘗試在兩黨兩條紅線的有限空間中 尋找最有利的出路 共產黨對兩岸關係的原則 在於不能有任何台灣與大陸是兩個國家 或以任何形式實現台獨的疑慮 而民進黨的兩岸關係底線 則是台灣與大陸不應該被限制在一個中國框架 與兩岸終極統一的前提之下 如何化解兩黨的差異 是一個複雜攔截的龐大政治工程 但民進黨既然執政 就不能推偷解決困局的責論 解決之道 更絕對不能只依賴體制外的專家學者與測試 而必須考量在國家體制之下 台灣得以掌控的尊正實力 政府要面對現實 務實運用各種資源 規劃出完善的解套方案 如此小致民進黨大致全國各界 才會有可依可行的兩岸政策 人民未來對政策的選擇也才會有意義 不同政黨執政儘管可以畫下自己的主觀紅線 但關鍵在於擁有多少客觀實力來挺住這個紅線 模糊的戰略解決不了當前的困局 蔡總統520就職演說 以尊重九二會談歷史事實 以別於馬總統的九二共識 一中各表 但由於沒有完備的戰略規劃 面對九二事實 究竟是什麼具體內容的質疑 卻拿不出經得起歷史事實檢驗的因應劇本 又將如何化解兩岸的僵局呢 二 重整文官的隊伍 重建文官的戰略 政府由文官組成 文官則來自於社會中的精英與優秀的人才 但在歷經三處政黨輪替 這十多年一個折騰之下 文官們卻飽受批評 吼定 被劃下無能的科技 歸睿有特定政治的立場 牽入手指之下 他們只能無奈地放棄文官的中立跟專列 他也馬迎合每一次的新政府與新所長上論 不然就是不做不錯 少做少錯 交代了才做 這是人民的損失 更是國家的危機 將帥無能類似三軍 再強的戰鬥單兵 也無法扭轉無能將帥指揮的戰力 這不是將帥統一權力大小的問題 而是能力的問題 能夠順利通過國家考試 尤其是高級文官來源高考 順利獲得潤用的人 都擁有著優秀的專列 學士與個人的毅力 這才有可能在眾多競爭者中脫穎而出 這群精英文官們曾經推動中華民國走過風雨飄搖的歲月 帶領國家經歷從農業 經工業到現代工商發達的資訊時代 中間度過了十一危機 金融風暴 中間努力更使國家由戒嚴體制順利走向民主開放與法治 並且安穩地挺過所持政黨輪替的恐慌與疑慮 中華民國的文官歷經時代的檢驗 確實是一群優秀而且中立的穩定力量 說他們是國家政治體制的基石 也絕不為過 世界上成熟的民主國家 即使向內閣制國家發生頻繁的內閣更替 甚至造成無法順利阻隔的長期阻鎮空裝 國家就能夠順利運作 就是相信文官的能力 相信文官對政策長期掩蓋的掌握 相信文官對政策可行與否的評估 當然文官絕非萬能 文官也絕不是政治體制唯一的萬年單 不相信文官以為官大協問較大 就會出狀況 新政府就任以來 都是被批評是法夾彎的政策 有哪一項是出自文官體系評估後的結論呢 輕易說出 三十年以上老屋買賣必須附上房屋見檢的資料 政策一開口就收回 相信也沒有經過文官體系的完整評估 政府甚至想打破政府官與文官的繁禮 讓屬於文官的三級機關所長 開放與不懼任用資格的人士 比照政府官任用 恐將嚴重破壞文官的體制 把現有的行政體系視為施政不利的待罪羔羊 造成政策無法連貫 公務體系全責不分 這啟是國家之福 流水的政黨輪替 鐵打的文官體系 是朝委各黨團為國家長治久安 人民福祉必須全力維護的體制 相信文官 信賴文官 尊重文官 國家機器才會有效的運作 發揮正面的動能 黨政議題也才能有效指揮國家機器 發揮作用 福建黨協調的結果如此才有辦法 真正落實在文官體系之中的運作 才會做出好的成績 建民必須重申 相信文官不是因為他們萬能 而是他們有能力讓國家機器維持良好的運作 執政黨必須尊重文官 讓他們不必借順恐懼於政黨輪替的無手述從 千萬別將文官冠上南營基本盤的封號 當他們在執政黨政治符號的壓迫之下 必須放棄中立選邊站 這絕不利於國家 當然也不利於民進黨的執政 例是全球國家競爭力的排名 臺灣都因為政府效能而拉低排名 問題不在於優秀的文官 而是讓文官體制無法有效運作的政府官 如果政府官自認官大學問大 無法接納文官以專業與經驗 所提供的建立與擬定的方案 只會讓他們袖手旁觀 等著看你出醜 執政黨若除夕用政治意識形態 強行主導一切 凌駕專業 文官只會揮心傷勢 等你下台 如果將一切輸政失敗 歸咎於文官都是南營的基本盤 他們只能被逼著更有機會 轉變成為支持南營的一分子 尊重文官 保持文官中立 讓國家機器充分血順暢的運作 全力集中的政黨合一與府院黨間的協調 才有意義 三 朝委對立不終結 都是輸家 沒有贏家 上次總族群 金平在這裡 與眾欣賞地呼籲 難力惡鬥不終結 神仙下凡也救不了台灣 完全執政的民進黨 當然要負起終結朝委對立 與難力惡鬥的絕大部分責任 對立惡鬥的惡性循環 能否轉為良性的互動 主動權掌握在完全執政 擁有絕對權力的執政黨 這是金平近20年來參與朝委學商的心得 與其批評在野黨不理性 不顧大局 不足疏考 身為執政黨的一方 訴出多少的善意跟空間 國民黨主政時 我如此主張 今天民進黨完全主政 我更是如此的期待 畢竟在野黨的責任是監督批評和反對 執政黨的責任是交出令人滿意的政績 朝委對立再也杯葛 當然不會有好成績 上會期的族群時 本人一再呼籲要審慎定定 不當黨產處理條例 因本案立法實在沒有迫切性 何必給予一時 何況頗有尊對性 更應朝委學商 千萬也注視絕對多數的優勢 強行過關 否則勢必影響而後 朝委兩大黨團間的關係均復信 今憑苦口薄心的爭見之言 沒有改變民進黨強行通過的決心 果然 政黨及其附水組織 不當取得財產處理條例 完成立法之後 國營事業預算便招致全面性的杯葛 而無法順利通過 您院長期待以國營事業的投資 帶動經濟發展的構想落空 眼看國營事業損查遙遙無期 本會期法定今年12月31日 必須損利完畢的106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 已面臨在野前面杯葛的壓力 當民進黨決定以絕對多數 通過針對性極強 充滿違憲違法之餘的法律鬥爭 清算國民黨時 被逼到牆角的國民黨 只能行與此廣泡的全面杯葛 這絕對可以理解 民進黨執政的重要事求之一 是落實轉型正義 而處理國民黨黨產 則是所要的任務 但唯有程序正義 才有真正的轉型正義 試圖以不正義的手段 不論其有多高尚的目標 短型正義都成了原目求疑 對政治更是自私一分 一部有違憲之餘的條例通過之後 主政黨射出的第一支劍 則是凍結黨功的薪資來源 國民黨黨產縱使千錯萬錯 處分黨產也不應禍籍 每月靠著薪資養家活口 依賴退休金安度晚年的黨功順上 這當中除了為達政治鬥爭不擇手段 是人民合法工作權 以財產權為除狗的霸凌心態之外 有何正義可言呢 政府對財產權工作權的保障 是憲法層次的基本人權要求 人民合法的工作酬勞 非經司法判決不得論議剝奪 即使財產權對債務人申請強制執行 法院依然會衡量債務人的收入和最低的生活需求 以決定債務償還的金額觀方式 不是政府債務人的國民黨黨工 如今卻在一次行政命令下 薪資來源遭到凍結 黨工個人與家庭生計 都遭受到立即的衝擊 政府的作為為致國民生死與不顧 當我們看到新政府就任 就對官場的工人 國道收費員 乃至於華航空服員的勞動權力 做出重大政策改變的同時 不免讓人質疑 執政黨對人民權利的保障 難道還有黨派之分嗎 金念長 這絕對是不合情不合理 不合法的違憲作法 還是一句老話 黃洋 古勞 以未為完 金平出身基層 乃至基層了解全民依法處理 不當黨產的期待 我也相信國民黨願意面對法律 對黨產做一次徹底的清查 之後就不必再背負 不當黨產的包袱 但是不用學者專家引清據點 無需金平在此一一列舉 只要燒具法學常識的人 即可主持不當黨產處理條例中 多處有違憲與違背法理 基本原則之餘 不當黨產處理條例的核線與火 涉及法治國家 必須堅持的人權保障與程序正義 唯有在合法核線的大局之下 才有可能達成真正的轉型正義 否則只是以正義之名 行政治破壞之實 這將讓台灣的民主進程不進而退 也會在國際社會上留下惡名 近平認為 視線是當前唯一保住程序 及法律實質正義的唯一途徑 不當黨產處理條例 視線案的理由在於一 表決時民進黨強行布關 未能與朝委協商中 理性看待國民黨基本法理 所提出的修正意見 是條文書記討論的空間 及被詳細檢視的機會 因此這不針對性極強 鬥爭性 政治性極榮的法律 必須在經過視線的程序 取得耳後執行的正當性 視線之後如有違憲的條文 必須暫緩施行 待立法院依大法官的解釋 經朝委學商討視修法之後 完成一件執政黨 在野黨 人民 國家都贏的政治大工程 三 在完成依視線結果修正的立法程序後 不當黨產處理條例 便毫無違憲注意 將讓朝委雙方都有必須尊重的義務 執行者沒有便宜行事的結果 被處理者也更沒有抗拒的理由 如此才是真正落實轉型正義 從依照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規定 除了地方處置爭議外 視線申請方式還有兩種 一是經由司法輸送程序 但處於方式 曠日會時 緩不及及 無法解決當下政治高度對立的氛圍 另一種則是由本院委員三分之一以上申請視線 但國民黨僅有三十五席 據聯署實現沉案的門檻尚缺三席 國民黨從而必須自力救濟 另尋三位有黨同仁聯署 但是金平認為 為了政局的和諧 為展現執政黨捍衛憲法 捍衛程序正義 顧全大局 更為展現執政黨 取得處分國民黨黨產的正當性 合理性及合法性 金平這次族群 公開向民進黨同仁 民進黨的黨團 民進黨中央呼籲 讓朝委兩黨共同聯署 共同提案申請視線 對於金平提議兩黨合作 聯署視線案 不知我者為我何求 金平所求 無謂是借由兩黨合作 捍衛憲法及程序的正義 知我者為我心優 優心朝委各執己見 尤其執政黨 依是絕對多數習俗 以為可以為首欲為 步步進逼 以轉型正義為名 步步以轉型正義為名 卻既正當法律程序已不顧 乖利之氣 充塞國會殿堂 這皆皆非國家之性 人民之福 十九世紀的法國自由主義學者 八十下說 法律是防止不公不義的公共力量 一言以逼之 法律就是公義 法律是我們追求民主與法治的基石 金平以為唯有以理服人 才是權利的尊敵 唯有符合尊正公義的法律 才能夠後製正義的實踐 金平在此期待 朝委有智慧共解僵局 臺灣能夠除夕向前 謝謝大家 謝謝王委員 報告院會 本會期本院委員 對行政院林院長提出施政報告 之質詢至9月13日起 經過六次院會九個會議日 質詢已在今天尋打完畢 謝謝林院長及各部會首長 列席答詢在質詢結束前 我們再請林院長說幾句話 林院長請